對 這個郭董提出 要有高科技人 林根仁也不遑多讓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說是 所以我看郭董可能也對林根仁也 寄予厚望 除了高黃丸之外 那另外呢 他說有智慧新竹市民 所以說有智慧 智就是林智堅會就是 聖宗貴侯 是這樣解讀 說文解字 林智堅加沈慧弘就是有智慧 所以我真的覺得郭董果然是高 他現在沒有說 我就是力挺高鴻安 他讓這個內容看 感覺上比較像高鴻安的感覺 而且他還說 我他說當初這個 他們去有高鴻安去問說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郭董 在三年前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 時候那個影片 就是傳宗接待 對 然後郭董說 OK 給你用 他只做這樣的一個說明而已 但是他有強調 他說那個時候是兩週前 我人在日本出差 高鴻安問我可不可以 他說可以 那個時候 郭董知不知道這個立法委員助理的事情 包含高鴻安的男友寄生立法院 或者我們看到這兩天的這個攻擊金的事情 我認為郭董或許不知道 他可能之前那個時候的什麼支撤會的 論文的問題 是不是有抄襲引用 高鴻安自己的著作 我覺得那個有些灰色地帶 而且那個時候我認為 對高鴻安的民調並沒有很大的影響 甚至還有人說民進黨越罵 高鴻安這個越吵越熱 這是成為這個媒體關注的焦點 但是這個次的這個立委的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是詐領這個助理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根據今天所公佈的 他不只是低薪高報之外 他其中有一個有一個助理是領了五萬塊 可是他竟然實際是零 那這五萬塊的助理是幹嘛 做佛心的嗎 或者高鴻安說 因為跟我共識是一個無上的光榮 會讓你身心靈獲的解放 所以他是供養我們的鴻安 大師 上紅下安法師 我是出於一個奉獻的心 就我不要拿薪水 跟奉養什麼什麼一些佛神一樣 是這樣子嗎 是什麼上人一樣 是這樣嗎 所以我不可能嘛 那你告訴我為什麼這個人 他不知道是報五萬塊薪水 可是他實際是零 那你剛說這個帳目 這個資料可能是假的 那你拿出真的出來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而且他裡面的帳目 真的記得太巨細明移的 細到真的 就像那個肉掌一掛起來 我覺得真的很難辯護 我覺得今天高鴻安說 我這個同仁都是出於 他們這個公基金是根據前任的一位 這個立委 剛剛大家也提到了 前任的立委 那問題是 別的立委可能也有成立公基金 大家樂捐嘛 每個月大家捐個一千兩千 然後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去唱KTV 透著大家辛苦的事 拿來聚餐之用 每個人都享受 可是你的公基金證明是什麼 證明是只有高鴻安在用 其他人都沒有用啊 如果說高鴻安可以一個月洗五次頭 我也可以洗五次 大家都洗五次 那沒話可說 看起來只有你高鴻安在使用 你就變成說把這些立法院 用公費的立委 他的加班費 移作為這個公基金 然後公基金做可能變成是 反而是只有少數人 或者是高鴻安使用 那這個大家就會覺得 你是假公基師嘛 或者是 當然會有很多人不滿 所以我覺得他說這都是什麼助理啊 自動自發啊 他們是什麼 自願處分財產 因為他們說這個錢是 我也沒有強迫他 他們之前拿出來的 好那你告訴我 你說他們自願的 你的什麼所謂的理由 或者證據是什麼 詐騙集團會說啊 我詐騙錢 你錢自己放在我戶頭裡 我又沒逼你 我又沒拿槍逼你 你自願戶的啊 我講兩句話 你就你就把錢送到我的帳戶來 你能說什麼 你也是自動自發的 能夠這樣解釋嗎 所以我覺得 今天這些助理到時候 到時候一定會被大臣局這個約談 就是說你到底是自願的 還是被迫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說這個我們這個相關的規定 我們有洗杯子 第一次二十塊 第二次五十塊 五十元罰款 他說這是每一個辦公室都有的內規 OK啦 如果說大家有一個共識說 我們有這個規定 然後加入公基金 那公基金的錢 以前我們大家來共同來使用 我覺得沒話可說 可是你這個已經不叫公基金 叫高基金了 高宏安的基金嘛 這我認為郭董他今天的態度 我覺得他是某種保持距離的 他也不否認我當初我這個授權 但是他也沒有公開的立體 你看他昨天到台大 他如果真的是公開立體的話 他應該站出來說 我就是支持高宏安 沒有啊 你洪海提傳有很多律師 後面站整排都是律師 我們自動為高宏安 不會有任何法律的問題 其他的支持者一定要堅持信念 他現在就是怕什麼 就怕大家會認為說 投理這票也沒用 因為你潮不了這個 范老師我先請問一下 所以你剛剛講那一段 會不會他們埋這個伏筆 埋到後面的時候 如果真的郭董出來 會有這麼大一些的效果嗎 當然 因為郭董到最後賣了一個關子 他也沒講 有人講說郭董會不會站台 他就講說目前還沒有具體的一些的規劃 可是大家好會有期 還是什麼什麼意思 類似就是說請大家期待的 那如果真正量的話 會不會那萬一郭董出來 前面這段怎麼辦 對所以說就是柯建民已經講了嘛 他說你今天投給郭董安就是浪費票 因為他當選之後 如果他當選十二月就職 可能就可以來約談了 那以目前的這個案例來講 他很可能會鑽鑽入獄 就是說我們不要浪費這個票 我覺得他在打這個 但你剛剛講的 如果到時候真的最後一刻 郭董站出來後面一團律師 他的助理全部站出來 我們就是奉獻給我們的高委員 心甘情願 甘之如疑 就是讓他來去 他要怎麼發揮我們也不管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或許我有改變 但是問題是目前有哪一個 他的助理出來 據瞭解他從二零二零年就任 到現在為止 大概有十幾二十個助理 流動率非常高 那這些助理 其實說很多人都在問說 很多他的離職率很高 很多人在問說 你為什麼離職 每個人都自自烏烏的 可是大家對於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攻擊金的制度 大家不滿 你看有的 有的捐到三十幾萬 有一個助理二十九萬 你看看他一個月 能夠拿多少錢 為什麼能夠捐這麼多 他不用生活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種低薪高暴 反正就是一個問題 另外他有說 他說因為很多員工請試駕 請試駕可以不用給薪水 勞基法 但是請試駕我們有十四天 是說我把我扣掉 我扣就不給你了 不是說我先給你全薪 你再繳回去 沒有 就是我事先把你扣掉 你說你今天要請了五天試駕 我可能就扣掉五天的錢 但不是說 而且是交換給公司 不是交換給這個高安 這樣應該交換給立法院 不是交換給這個攻擊金 然後為攻擊所用 所以大家現在擔心說 而且你的這些加班費 到底這些員工有沒有真的加班 還是這些加班費 反正是我幫你報了 然後全部進入公金金 然後為我公安所用 柯文哲直接回他要講說 你們大家要講要有證據 如果有就直接去報案啊 幹嘛一定要選在馬島城 這個樣子而已 對啊所以說我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已經是見在懸喪了 那我覺得當然在選前 你要有個水落實出很難 我覺得現在 價格局現在也不可能越來談 不過據瞭解 他目前的立法院辦公室 已經是半停頓狀態 因為他也不相信這些助理啊 他也不相信你們這些助理 你到底怎麼想 你們到底能不能 你是跟這個檢舉案 檢舉事件有關 所以他現在身邊都是 那個助選的助理 那如果是這樣 所以他的助理辦公室 現在已經半癱瘓了 那我覺得啦 說實在的 他如果我是覺得他最好不要 不要選上市長 不要選上市長 他還有立委身分 還可以暫時 因為立法院委員 基本上你還是有豁免權 可是你如果一選上市長的話 那掉下去就可以直接約談了 因為你就不是國會議員 不受那個豁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高宏安來講 對他選情來講 目前來講 政治進入在很困難的階段 那我認為你說這個 以目前來看 我覺得郭董似乎是保持距離 那會不會真的最後跳出來 我看應該不至於 因為如果這個事情 專業研判 是有這個形式上的問題的話 如果郭董 郭董現在也沒有說 不選二零二十年總統啊 如果他跟自己綁那麼緊 到剛剛真的出事了 他是不是影響到他未來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他也在做這方面的思考 好